我們就來開箱一下我們今天的新主機 大家猜一下是哪一台咧 我剛剛沒有爆咧 我剛剛沒有爆咧 快點 大家要認真的猜一下對不對 先給大家看看這隻手把 這是我們空氣清淨機的這個遙控器 這就是咱們到至今應該還沒有人 多少人可以拿到的PS5本尊 我就是那個偏選智人 你家的路由器 什麼你家的 好啦 雖然說是這樣子 但其實我也是跟人家借的啦 明明是從同士那搶過來的 不是 我怎麼會是這樣呢 空氣清淨機 超大一台的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雖然大家應該已經因為如果有想買的話 已經看過很多PS5的介紹了 它超級大台的 它有半個我這麼大 直立對 然後它是直立式的 這是它的PS5的主機 旁邊是不是A式子 是 簡單來說呢 就是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買到PS5的話 一定要去買 一定要去買 好嗎 那我只是簡單一下 因為其實網路上 就有非常多開箱這個PS5的影片了 所以我也不做太多詳細的介紹 簡單來說PS5它有很多的改動 比之前的PS4大台很多 它大概比PS4大了三分之一吧 沒有附海馬的大頭公仔 自己買 自己買好不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最厲害的地方 是它的手法的改動 因為呢 這弄回會改善非常的多 然後所以我們呢 等一下就來進入遊戲 直接測試一下吧 欸這是 為什麼是Nepraise 休旦姐 為什麼是Nepraise 其實這是一盒欸 電視機上盒啦 等一下啦 它怎麼 在上面啦 這邊啦 它也可以直接拿來看影片 所以其實 其實也是不錯 欸到 對我先玩一下這個 你們有沒有聽到 它其實 我的手把一直在發出聲音 但它有點小聲 這個手把的回饋真的不跟你開玩笑 它從以前的純 純震動 改到現在變成 環繞震動 有點像是你去那個電影院 你知道 你去電影院不是會聽到那個什麼 杜比環繞音效喔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環繞震動 它如果是在怎麼樣的震動 它就會手把就會給你怎麼樣一個震動的模式 跟PS4是完全不一樣的震動 所以我大多說PS5最厲害的是這隻手把 它有個比較需要大家習慣的東西就是 PS5的手把啊 它的確定鍵是X 以前大家的確定鍵都是圈對吧 然後現在它的確定鍵是X 所以其實蠻 蠻不習慣的 你很容易會按錯 相信我 你們都可以聽到這手把 它現在都在震動 而且震動就是它的東西是從你的左邊來 那你就是左邊震動 它從你右邊來就是右邊震動 然後你像我現在可以感受到它的震動 真的就是像它畫面上一步一步這樣組成的 然後你看喔 它的扣板機 它的這個R2跟L2是差很多的喔 你看喔 一般大家就是這樣而已嘛對不對 扣板機就是這樣 但是它的扣板機可以這樣 然後就會震動 對還會噴火 厲害吧 超中二 就是我們會喜歡的東西 很帥很厲害 然後這是觸控板 你看還可以在上面簽名 跟以前不一樣的是它現在觸控板是平滑面的 其實它整個外觀很像那個什麼太空戰士 你不覺得嗎 就很像是什麼黑武士白武士那種感覺 去做的未來科技感 跟以前純黑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超扯 你看喔 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這樣搖 我真的覺得這裡面就有東西 我就感覺到裡面 它剛不是丟了幾個小人進去嗎 然後我就一直聽到 裡面有東西 超誇張 然後你還可以對它說話喔 你看 很酷吧 感應非常的好 快到了 趕我批屍 你看 這個畫面 這個感應 來嘍 超級 超級 而且這個我這只是1080P喔 它支援到4K 那 為什麼我沒有開到4K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我的這個主機太舊了 我沒有辦法插更高級的顯 擷取卡 所以我才沒有辦法擷取到4K 不然其實我這個畫質會更清晰更好 好我們先大概給大家試玩一下 我覺得這個它就是有點像是在秀 秀那個PS5的畫質啊感應度啊 然後它的流暢度給你們看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就是在秀這個 然後大概大致上教你怎麼玩 怎麼用這個手把 我在走的每一步啊 它不是有KING KING KING的聲音嗎 我的手把都會跟著震動 KING KING 第一批有搶到的人大概是明天會拿到吧 所以我應該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就是 借到的 哈哈 我不是買到的 but shit 我自己也買不到 我是跟人家借的 我就爛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幹嘛 好爽喔 哇這個體驗喔 欸這可以揍嗎 啊啊啊啊啊啊 你們先看一下這動畫這畫質 啊相報 很爽欸 那時候借到的第一個時間點就是先拍照 哇 別趕喔 啊哈哈 煩死了 煩死了 你們煩死了 哦呀 哦呀 好煩啦 你看你看你看 這怎樣這怎樣 這怎麼打 我又要死了x3 我很想摔手把 但這手把摔下去我可能被殺了 我打不到王 好爛喔 喔喔喔這個好好玩 啊就是這個遊戲就好了 玩那個幹嘛喔 喔喔快死啦 哪打得來啦 是在幹喔 好累喔 不行啦很累啦打不完啦 我們在練習操作啦 好的我們可以休息了 好累喔 可以休息了不完了啦 只要再說了啦 剛好累喔 想死了 明天開始應該就有蠻多人都有在玩PS5了啦 對啊我算比較廢的 還期待可以看一下網了 我也很想看網 看不到 拜拜啦 晚安 我好 我心好累喔